喂喂 有沒有聽到 有人聽到嗎 喂 喂 大家有沒有聽到 咪咪有沒有聲音 剛剛好像不亮燈 現在亮燈 不知道有沒有聲音 看看有沒有聲音 又要上網頁版才看到一些留言 Facebook 看到留言 Lawrence Mock說 以為是安倍 日本人安倍 日本人安倍 這個是法國人安倍 日本人也有安倍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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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是最複雜的 實不相瞞 我也不是太熟 老老實實 因為 如果 你經常 如果 認識一些人 研究物理 你問他 最難做的事 是甚麼 他一定回答 總之 有磁場的東西 很複雜 包含磁場 是很麻煩的 我不是太熟悉的 剛才溫書溫了很久 溫書 今天講這個 MPS law 安倍定律 用到的數學 都是複雜的 其實我覺得 如果我跟大家推導出來 沒甚麼意思 因為我講物理 我是講物理 寫錯字 所以 所以 今天 主要就是 跟大家講解想 那就算了 OK 現在開始了 還有沒有甚麼問題 那個 聲音畫面 那些 有問題 可以 有聲 Steven Fish說有聲 Lawrence Ward 都說可以 Elith Tan 說聽不明白 聽明白不要緊 你嘗試 數學 不明白不要緊 我是講物理 數學是用來解釋 我們去描述 大自然 那些定律 如果你不明白 其實科學 是一個實驗的 一門學問 你做實驗 你就可以知道 大自然的真理 對不對 但是 你可能 你只做實驗 你可能就 理解不了 為甚麼 會不會這樣 那就沒辦法 去到你真的想理解 每一下 為甚麼實驗會的結果 是這樣的 那你就一定要 懂些數學 OK 安倍定律 今天講 這個是 Max Sell Equation 第四條 記得之前 提及三條 對嗎 有E Field 有B Field 有電場 有磁場 另外 另外 有一個叫做 Divergence 對吧 有一個叫做 Curl 即是說 磁場 對不起 撞到 磁場或者電場 總之 Vector Feel 那些向量 那些牆 就是 你想像是向外發散 那些就是Divergence 那些牆 是好像那些 颱風 那些 風眼 圍著風眼轉 OK 那就是這個 Curl 那你其實就是 就是玩這四樣東西 電磁 電磁 那就是很多東西玩 OK 或者我們講得清楚一點 我們就是在講 電動力學 對吧 其實都是 Charge 那些電荷 如何移動 做法 製造磁場 電場 好嗎 這次講的最後一條 就是MPS Law 其實MPS Law 就不是Ampere 去想出來的 Ampere是想了第二條 是想了其他東西 但是 這條公式 也是灌以它的名稱 其實這條公式 是Maxwell 是derived出來的 Maxwell是馬克示威 下次會講他的 這些 貢獻 OK 另外 這條 NPS Law 就是這樣寫的 我首先寫出來 免得說這麼多 OK 那之前講了這個 Del.E 是不是 有Del.E 接著講了Del.B 是不是 今次最後講了Del.B OK 就是說磁場有多轉 有多旋轉 是不是 那等於這個 這一個就是 NPS Law 就是第四條的 Maxwell equation 的定義 OK 就是這個 那 你看到很簡單 Del.Cross B等於 一個constant 這個mule log 不用理會它 一個數字而已 乘J OK 這個就是Differential Form 的NPS Law 那 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看 它是說 它的磁場 這個磁場 即是說 譬如 我不知道怎麼弄出來 你的磁場是這樣的 那個磁場 就是圍著電線 OK 這樣 去轉 記得 我會說磁場 一定是旋轉的 這個是B View OK 那可能電線 這個電線 就是向出的 原顯加一點就是向出的 用右手定流就可以知道了 如果手指弓是電流的方向的話 OK 那我的四隻手指這樣轉 這個逆時針方向就會是 這個電流產生出來的磁場 行不行 那 這個 這個 這個J 其實就是這個電流的密度 OK 其實J是什麼呢 J 就是 有些人想問為什麼會叫做J 我會告訴你 J 就是 Current Density 或者我們可以說就是 這個電流 電流 除以這個面積 OK 其實就是電流而已 OK 就是說每一個面積裡面 就是說我這個 這個 Area 這個Surface Area 我們切過這個電線 它裡面有多少電流通過 就是J OK 你不需要寫J 就寫電流 除以Area都可以 沒有所謂的 OK 那為什麼這樣寫呢 就是因為 方便的 因為如果大家知道 這裡有Defensal Form 就有Integral Form 那Integral Form 是什麼呢 Integral Form 就是這個 我這次就直接寫出來 廢字 等到最後才靜 OK 稍後可以再靜給大家看 OK 怎樣轉換Defensal Form 和Integral Form 兩條是Equivalent 一樣的 OK 那就等於這個 Mule Knot I OK 這個就是Integral Form 即是說 又是吧 你覺得你有一個Curve 有一個Close Curve 記得嗎 這個好像音樂符號 這個就是Integration 沿著一個Close Curve 譬如是這個 這個就是Close Curve C 我In了它 它有多少Bview是Along 這個DL 就是這個Length 這個圈的Length 它Along這個Length 有多少呢 全部加起來 OK 接著就等於 在中間跨了的 這個電流 I I就是Current OK 如果你想變回J去表達 都可以寫成 等於 OK In了這個表面積 有多少個電流通過 所以就是SurfaceIntegral J D S S就是這個Surface OK S就是這個Surface 沒有所謂的 OK 你用哪一個形狀 OK 那麼 最主要 我們不是說數學 我們是說物理 最主要說物理就是 我們要知道物理的意義 那個J 是什麼呢 OK J 或者I 我們現在不分了 當作是一樣 其實 最簡單的就是 就是說如果你說電流 是什麼呢 那就是你的電線 OK 你的電線 你的電線 可以是銅線 金線 銀線 也好 那些人玩音響的 就很喜歡用金線 因為電左低一點 裡面有一些電流通過 對不對 最簡單的圖像 這個就是 叫I Current 叫Current I 我通常說的這些電流 就是 所謂的 Free Current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在一些外來的產生 在這個電線裡面的 流動的一些 電子 Charge OK 這樣叫Free Current 但是 我們發覺 不單止有Free Current 在做實驗 我們發覺 就是有些東西 有一些東西 我們叫做 Bound Current 你想到了 有Free就有Bound OK Bound Current Bound Current 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 譬如你可以想像 Bound Current 就是 你的電流 流經這條電線 但是電線 不是一條真的線 它是一個 立體固體 它有厚度 它有闊度 那你的電流流經的時候 它不僅是在電流 電線外面 產生B-Fuel 它在中間流的那些 會在旁邊產生少少B-Fuel 那些旁邊 就是在電線裡面 對不對 你的電線是有厚度的 對不對 你的支筆 不是一支 這條線 支筆是有厚度的一個 這個 這個 圓柱體 對不對 那電線都一樣 對不對 所以呢 就會 那個磁場 那些電線在中間流動 那些電場市場 就會導致到 裡面 就會令到 那條電線 會磁化的 叫做 manetization 磁化了 所以呢 這個 裡面這個 我們叫做 3-Current I-F 或者叫J-F 沒有所謂的 3-Current 就是J-F 我們叫3-Current 但是 bound-Current 就會有 這個磁化 那個manetization 那個貢獻 我們就寫成 J-M OK 那除了這個 磁化了 這條電線之外 所以為什麼要用金 那些發燒油 OK 因為金 是很難磁化的 OK 那它就不會浪費了 那些能量去磁化 那另外呢 還有一些 你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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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電腸的嘛 那你就知道 實際上 喂 你構成那個 那個 那個 那條電線裡面 其實是一些 atom來的 那些atom裡面 那些atom就有一些 是不是 電子圍著它轉的 對不對 雖然你知道現在這樣不對 我之前說過 OK 那就是 一些叫 電子雲的東西 就不是一個電子軌道 沒有所謂 但是 你知道 那如果 那些 這三個電子 流經的時候 它的電腸都會令到 OK 這些atom裡面的 那些電子 雖然它們 脫離不了 那個atom的控制 都是被它吸住的 但是它會 偏向 去某一邊 出現在某一邊 多一些 就是可能 它會偏向 譬如說 它是向這邊流的 它可能我亂說的 它的電子 就會偏向 在這一邊 出現多於在這一邊 OK 所以這邊的可能性 會比較高 那就會令到 造成一個 叫Polarization OK 這個叫做 極化 OK 所以 Bound Current 除了有磁化的Current 還會有極化的Current 我們叫JP OK 所以這個J 實際上就是 所以 J 其實就是 由 3Current 加 Mentization的Current 再加 Polarization的Current 去組成的 OK 這個就是科學家發現 這個 慢慢建構 這個 NPS Law的過程 來的 這個NPS Law 就真的很複雜 OK 我今天都會 避免了一些概念 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太複雜 那麼 是的 但是我們發現 有問題 我們發現 如果 如果 我們的 NPS Law 只是 再寫一次 DelCosb 等於MuLog J 或者等於MuLog J 分為 FreeCurrent 是不是 J M 磁化Current 以及極化Current JP 這樣的話 我們發現 有問題 OK 為什麼呢 第一 就是數學的問題 你不需要理會 數學 總之這個數學 就是告訴你 如果 我去 找一個 一個 Vector Curl 它的 Divergence 即是說 我DelCos 之後 我再DelDock 一支Vector 我不管那支Vector 總之是Vector OK 在這個 我們這個 例子裡面 就是Vector 就是Vector 不過你喜歡其他Vector 都沒有所謂的 什麼都沒有所謂的 這個是數學的定律 的定理 沒有得改的 這樣 Curse 完它之後 再Dock它 就永世等於零 一定是零的 這個是數學的Identity 行等式 OK 這樣就大問題了 為什麼呢 你看看上面這個 為什麼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說 我把這條 NPS law 我Dock了它 我Dock左邊 左邊是零 那我Dock了右邊 右邊都一定是零 因為是左右相等的 那就是 Empire DelDock J 的Current 會是零 那不可能 大佬 你明明有Current 是不是 你明明是 就是Flu的Surface 這個是J 是Current Current Density Flu的Surface 是有Current 是不是 你怎麼可以說 喂 我現在Dock了左邊 那個Magnetic Field 的Curl 它的Diregence 是零 所以就沒有Current 那你沒有可能的 這個是跟我的實驗 是嗎 就是說如果利用這個 這條電線 就已經是一個 這條公式 這條公式 那怎麼辦呢 這個怎麼辦呢 就可以解釋 OK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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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實際上我們知道 喂 什麼叫DelDock J 就是說Current 的Divergence 它Current 在電線裡面 發散出來 是不是 那條電線 它有多少Current出來 是不是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它電線裡面的Electric Charge 它的電荷 在動 是不是 電荷的Movement 就是D-Role D-T Role 就是電荷的密度 因為我講Current的密度 是不是 你喜歡Del多I 就可以了 沒有所謂的 Del多I就變成Del Del 這個Parsal Charge Parsal T 沒有所謂的 OK 總之我們知道 物理的E就可以了 就是說 喂 我的電線 那些Current 動了多少 是不是 就是我要Current 是不是 對 你那個 Surface 它離開了 有多少Current 離開了 就是它的Surface 上面的Current 減少了多少 是不是 所以這裡欠了一個負號 應該是這樣 但是無論如何 都不是0 是不是 這個才是對的 這個才是對的 這個是錯的 那我們等一下會解釋 這個是第一點 第一點 我們發現 科學家很早就已經發現 NPS多有問題 OK 那第二點 第二點 第二點是什麼呢 第二點就是說 喂 如果我現在想想 我在外太空 我在外太空 可以有磁場 可以的 是不是 太陽也有磁場 是不是 太空很多東西都是空的 就是沒有什麼粒子 雖然有些粒子 但是很少粒子 是不是 那是什麼意思 那在太空 我們可以說Current 是0 Current是0 沒有什麼粒子 沒有Current 是不是 你鬼有電線 是不是 在free space 裡面 什麼都沒有 OK 只有空間 但是問題就是 喂 我知道 在free space裡面 可以有magnetic field 是不是 那就是說 如果右邊是0 喂 左邊也是0 就imply delcosb就是0 這個當然是錯 是不是 這個也是錯的 是不是 因為在外太空裡面 可以有magnetic field 那些magnetic field可以在這裡轉 對嗎 為什麼不行 對嗎 這個也是錯的 另外 還有一個錯的地方 就是什麼 就是 就是什麼 就是 如果我在一個 是一個 所謂的大 electric 裡面 在這個大 electric 以大 electric中文是什麼 我不知道 就是說 是一些 是不到電的 不到電的物體 但是它會被極化的 可以 就是說 我們那些叫什麼 我們那些叫capacitor 那些儲電的那些器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那些就是 D electric 那你發覺 那些貨家經常說 怎樣做到 那些電池 那些手機電池可以長命一些 就是 不斷去改進這些 D electric OK 中間那些 那些 叫什麼 capacitor 我不知道是什麼 電容 改進電容 它中間放一些不同的物質 那些物質是不到電的 但是呢 就可以增加它的電場 就是說可以儲多的能量 OK 那麼 那種東西 這個就是提外話 但是 在那些 不到電的物質裡面 喂 為什麼我們說 可以增加它的電場 因為我們去極化它 是不是 我們會極化它 就是說 我們會有 會有 Polarization 就是我剛才說的極化 會有P出現 OK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在free space裡面有問題 OK 在不是free space裡面 在電池裡面 又有問題 這條式真的有很多問題 OK 所以我們就是 實驗 我們發現 科學家發現 原來 Del cross B 是會有多一個 term 它會有多一個 term 是proportional to proportional to Wage of change of electric field OK 是應該有一個這樣的 term 行不行 那這個 solution是什麼呢 這兩個問題的 solution是什麼呢 那個解決方法 原來就是 我們要 有一件事 我們想漏了 在這條式裡面 有一件事想漏了 那件事我們現在叫做 Displacement current OK Displacement current 位於電流 我直譯的 OK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譯 是不是位於電流 Displacement 位於 OK 你想像就是 那些電流 就不一定在電線裡面 OK 那是一個物理的概念 OK 但是真實存在 OK 那等一下會解釋它 為什麼了 OK 那Displacement current OK 我們叫它做什麼 我們叫它做 一個 這個 叫JD OK 就是多樣東西 JD Displacement current J 的 current density OK 我們如果要寫出來 JD 我們就發覺 就是一個 我們叫D field 不是E field 又不是B field 叫D field 我不解釋 叫D field 叫D field OK 的概念 D 就是一個 可以寫成這樣 不過你又不用理會 如果你不想看 就不要看 就是什麼意思 Displacement current 是跟Polarization有關的 行不行 行不行 就是可以寫成 如果你真的有讀過大學 電磁學 就會記得這條式 OK 如果你不懂就不要緊 這個不要理它 行不行 總之那個物理意義 我先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會有這些情況 是令到NPS law 不適用的 OK 就是NPS law 很廢的 就是這個方法上面的NPS law 扭了那個漸咀 OK 就是沒有什麼用的 OK 我們現在就告訴你 怎樣可以改進這條NPS law 可以不可以 是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 留言 Fiong 說OK 聽到 Eleaf Time都說收到 許申說 長論好心 是啊 那些數學很麻煩 Lincon說 積分形式 寫了 田宇希問0 是啊 0 說了 我不是延遲了很多 你的留言 是 Kennyfong說 慈能的 term 是啊 慈能的 term 就是mul log OK 我下次會說的 OK 不用心急 就是這樣 這樣 這樣 大家非常好 所以 JD 我們 就是 分成兩個component 因為這條式 OK 所以JD 就是Epsilon log 這個電場的改變 OK 再加 它的 Polarization的改變 OK 就是Displacement Current 所以Displacement Current 是什麼呢 不是真的 那些Current 在電線 出了那條電線外面 不是 其實就是 在電線以外 它的電場 如何改變 以及在電線裡面 它加上有Polarization 導致 導致 那個Current 本身就是 可能裡面有10個A的電流 就變成 不是了 可能多些了 因為它本身的電線 是有 極化的現象 而且 它 電線外面 都會有電場的改變 可以嗎 就是這樣 所以 導致有Displacement Current的存在 所以 根據我剛才那條式 剛才我們就說 喂 我們就想到 J 不單止是 是Free Current 還有這個 磁化 和極化 那麼 現在我們就發現 原來極化 就是Displacement Current的其中一種 OK 所以 實際上 J 我們就知道原來是等於 首先就是 Free Current OK 或者插在插鬚裡面 給它多少 那個就是Free Current OK 再加 它磁化 為什麼呢 再說一次 就是它的電線 是有厚度的 是不是 你的電流 會導致電線 本身磁化了 OK 就是JM 另外 再加上JD 而JD就是兩個 component 一個就是 JP 是不是 JD是 JP的原因 就是裡面 那條電線 也是 本身是由原子構成的 那些原子 是會被 那個電流 本身的 E Field 去極化了 OK 所以就有JP 另外 就是還加 原來電線外面 有些 想像出來的 叫Displacement Current 的東西 那些就不是真正的 那些就不是由電鶴組成的 一個 Contribution 它是一個 電場改變 造成的 Contribution OK 所以就有四項 實際上JD是有四項 OK 就是這四項 這條式也重要 真的 真的弄到麥克風 幸好 對 就是這條式 可以嗎 對 重複一下 是否有什麼評論 有什麼評論 有什麼評論 Canny Fong 說大熱的一齊中文是介質 大熱的一齊中文是介質 好 OK 對了 就是這樣 那 那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搞 這條NPS4是錯的 對不對 或者不是錯 即是不夠general 即是你問 喂 我的相對論 是不是 俠義相對論 沒有包含重力 那怎麼辦 那你就 generalize 所以我會有一條 叫做 generalize的 maxwell mps law 多厲害 是不是 generalize GENERALISED 沒有穿錯字 是不是 一個很廣義的 的maxwell 今次是maxwell-ampia 的law 就是把這條 mps law 修正 修正 那怎麼修正 呢 一二一答出來給大家 先 Dell Crosby 左邊也是一樣的 這個磁場有多轉 有多旋轉 OK 等於 ml.j 同一個 term 這個 term 就包含了 這三樣 就把後面那樣 寫出來 此j不同 比j 這個j的定義是不同的 是吧 就是 我 就是 真的有些 current 真的關於particles 的東西都寫在這裏 另外還有一個 term 剛才說的 是有個電場 的 contribution 是不是 電場怎麼變化 是吧 寫回 漏了一個ml.j 就在這裏 那深水平朋友 下次我會講 這個 term 其實 就是大家都很想聽到的 OK 光速就等於1over 開放這一塊 OK 行不行 行不行 下次會講的 Maxel equation 我會整 這個東西出來 行不行 今次不說 但是你會發覺已經開始有些端毅了 OK 所以這條式是很複雜的 OK Dell Cosby 等於 真正那些 particle的 contribution 首先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 free current 另外 還有 磁化了的 current OK 以及極化了 current 三樣加起來 OK 最後還有第四樣 就是由它那個 說多次 很沉悚 就是電流 OK 令到那個電線外面 有個電場的變化 那裏就有第四個 dispacement current 出來 這個東西就是 就會令到這四樣東西 就會製造了一個b field出來 這個b field會在那裏轉 OK 那我們就 順手 順手 就製造了那個 integral form 是吧 剛才寫了 一開始寫了 integral form就是這個 很簡單的 大家都知道要怎麼做 是不是 我已經做了幾次了 在之前那幾個講 好嗎 就是很簡單 就是in了它 怎樣in in surface 為什麼要in surface 因為我們想知道究竟 這個電流 OK 穿過一個surface 這個平面 它有幾多 它有幾多電流穿過 所以兩邊一起 in surface OK Double integral surface 因為2 dimensional 就是Double integral 加一個s給它 就是提醒 這個是surface integral的意思 OK DS就是每一個很小的 就是你想像 這個就是surface OK 那這裏每一格 就是一個DS 行不行 每一格仔 OK 無限小的那一格 那就會等於 OK 左邊就等於右邊 那就是in 左邊也是 右邊也是 那就是in 就是mu log j 加mu log epsilon log 數字 這個我不用理它 再成為電場的改變 行不行 那最後 Dot了它 是不是 因為大家都是 Vector Dot一定要寫出來 Dot ds 行不行 很簡單 那又是 那又是有一條 數學定律 我又說了很多次 我現在是在教物理 不是在教數學 所以我不剩給大家看的了 那你自己去Google 怎樣都好 問人看書也好 有一條 theorem 數學的 theorem 叫做 Kelvin-Stock theorem OK 你一apply 這個Kelvin-Stock theorem 去左邊 就立即變成這個 行不行 就是一個 curved interval 由2D變成1D的Integral 就B dot dL 這個意思呢 就是 這個就是C 那是C 那是C 而這裡 每一個細漸嘴 這個 這個圓周上面 每一格仔 即每一段仔的長度 就叫做DL 行不行 其實在講同一件事 OK 就是說由2D變成1D 就是這個 Kelvin-Stock theorem OK 在做事了 那左邊變成呢 右邊照抄呢 就是我們原本寫的那條 這條公式了 但是這條公式呢 就是 不完整的版本 是不是 這一個就是完整的 generalize的版本 行不行 generalize的版本呢 那就照寫 右邊不用變 基本上 OK 就是這條公式了 照抄而已 一步就正傳了 OK 行不行 DOTDS OK 這一條 OK 或者這一條 就是我們需要找的 Maxwell 第四條 最後一塊拼圖了 Maxwell equation 就是最後一塊拼圖 行不行 是真的最後一塊拼圖了 不是好像巴塞那樣 每買一個人回來 就說自己是最後一個拼圖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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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看 開效果 開效果不趕著了 開效果 開效果遲些說 好 因為太多話說了 電磁學實在 因為我現在說的是 電動力學 就不是這個 電動力學 那些就遲些可以說的 沒有問題 因為我比較想說 這個Maxwell equation 可以拼圖下去 這個Special Relativity 大家都想聽的 相對論 好不好 我會記住的 謝謝你 我遲些會說的 另外四條Maxwell equation 都皆拒備 但是還有一件事 我想說的 就是說這個磁力 記得嗎 我講第一條Maxwell equation 的時候 我是證了Coulomb's Law 記得嗎 電力 證電力 今次我會證這個 證磁力 不是證 我只是寫出來 因為證不到 太複雜了 數學要做很久 這個磁場版本 的Coulomb's Law 就是 講一條電線 它旁邊 你知道 你中學也有學 如果你讀物理的話 就是裡面有電流 你用右手定律 就是這樣 你的手指弓 沿著電線 電流的方向指 跟著你的手 四隻手指 這樣轉 這個轉的方向 就是磁場 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有所定律 明白嗎 圓圈加一點 就是向出 Out of paper 圓圈加的交叉 就是向入 Into paper 明白嗎 這條定律 我們發現 原來是叫做 Bio 這個是法文 我其實不懂得讀 Biozava's Law Biozava Law OK 不要亂讀 Biozava's Law 你讀得很快 扭了它 就覺得很厲害 可以嗎 Biozava's Law 好像法文 是不是 那 就是什麼呢 就是 講Biozava's Law 當然是這個 分數R 因為在電線的 不同的距離 你越遠離開電線 的磁場 就越弱 對不對 那就等於這個 Mu-Log 除4pi OK Integral 一個Curve OK 一個Current 這個Current 記著是這個 不是這個Vector 是這個Scalar 就是說Current 有多強 可以嗎 接著乘DL DL Vector Cross R Pi 的帽子 OK 除以R Pi Vector Absolute Square 就是這條式 這個就是類似Colrent's Law的 Magnetic Field版本 OK Colrent's Law就是講 Electric Field 是Inverse Square Law 這個也是 Biozava's Law 就是講 Magnetic Field Around a Conducting Wire OK 都是 Approximately 這個是 Approximately Approximately 是Inverse Square 可以嗎 明白嗎 明白嗎 那什麼是R Pi 什麼是R呢 你看到RPi和R是不同的 記住 小心一點 RPi 是不等於R的 可以嗎 RPi是什麼呢 RPi就是講 你In的那條電線 裡面 OK 那條電線 是有 一個 有Current在動 但是那條電線是有厚度的 它不是一個無限小的 什麼來的 OK 那電線的不同的距離 就是 的 Contribution 這個呢 我們在講 Current的距離 就叫做RPi 我們在講 B field 在某一點上 B field有多強呢 這個呢 就叫做R 對不對 是兩樣不同的東西 對不對 明白嗎 那 這個是Approximation 真正呢 你不一定是有條電線的 是不是 大哥 電線是人造出來的 大自然是沒有電線的 是不是 大自然有什麼 只是一些Charge 在太空飛來飛去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是需要另外一條公式的 那條公式呢 是一個 For Point Charge 的 For Charge OK 你想像就是 在太空 有些Charge飛來飛去 它會製造電場 又會製造磁場 對不對 我們想知道這個Charge 製造出來的磁場有多少 就是For Point Charge 的話呢 有一條更加 generalized的公式 OK 那這個公式呢 就是誰找出來的呢 OK 這條公式呢 就是 Oliv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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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veside 我不知道有沒有讀錯它的名字 這個 找出來的 行不行 這條人呢 他其實是很厲害的 他就是 其實原本呢 原本 Maxwell's Equation OK 就是有 20條公式的 OK 這樣呢 就被人 去簡化到 OK 不知是誰 簡化了 簡化到12條公式 那就是這個 Olivea 這個 Heveside 他就簡化到 我們現在 在教你這個版本 就剩下4條公式了 行不行 就是他做出來的 Maxwell's Equation 其實我們現在學的版本 我講的版本 就是 Heveside 去歸納出來的 明白嗎 他很厲害的 OK 他就發現 Point Charge的 B View是什麼 首先呢 我們要知道 Point Charge的E View是什麼 記得嗎 我講過 Coulomb's Law 是不適合 這個動的Charge 行不行 動的Charge Coulomb's Law 是錯的 真正的 Generalized Coulomb's Law 是這個 你不需要理會怎樣 是有Coulomb's Law的樣子 你看到都是Q Q為Charge 除4π Epsilon 但是 就不是最簡單 R2 不是了 OK 就是乘多一個Factor 這個Factor 你會知道 相對論 你會發覺很熟口臉 OK 就是這一塊 V2 Side2 V2 除C2 3 2次方 後面再整個 Rπ 寶仔 除Rπ V Absolute Square 你會發覺 你不看中間 這個 這個就是Coulomb's Law 但是多了中間 這個東西 就是用來形容 這個Charge 在動 不是正電 這個是 非正電的電場 我問你磁場是什麼 磁場就是 可以從這個電場找出來的 磁場 就是 MuLog Epsilon V cross了電場 OK 即是說 你把這一堆東西 搬到這個位置 就是磁場 很複雜 我懶得寫 所以我直接就這樣寫 OK 你看到這些東西 出來了 你看到又有個MuLog Epsilon 其實就是1 over C2 就是光速的1 over C2 你看到 多了這些東西 很熟口臉 這些因素 你做相對論 你會常常見到的 所以為什麼我說 這個電磁力學 是跟相對論 是很有關係的 磁場就是 其實就是電場的相對論效應 OK 遲些要講 行不行 明白 你明白 所以其實BAR 怎麼讀 Bio-Safa Law Bio-Safa Law 就是 正是 Mannatostatic 那時候 才 才 成立 什麼叫Mannatostatic 就是 你的系統 除了電流之外 那些充電器在動 之外 沒有東西在動 電線不動 行不行 明白 而且這個是 沒有Displacement Current 行不行 因為剛才說過 Displacement Current 就是 當它有 它是非Mannatostatic 的時候 就會出現的一個情況 太詳細了 免得說 行不行 明白 我沒有證 我免得證 我現在證不了 沒有了 現在叫我證 但是很複雜的數學 先看看 抽巴塞水 當然是抽 一定抽他水 巴塞 Tommy Heyer 會不會有信息教學 什麼叫信息教學 信息學教 我不是說信息學 Informatics 我不懂的 很複雜 看看有沒有機會 我要學一下 我才可以講 Kinney Fung說 你想 一個物理人講信息學 識條鐵嗎 其實也不是的 有很多物理學家 特別是做這個 量子力學的物理學家 會去做 Quantum Informatics OK 港大物理是 有一個很厲害的 教授 叫做周海鋒 不是我 不是余海鋒 是周海鋒 他是我超級大師兄 周海鋒教授 他以前是做天文的 現在做了量子力學 做量子電腦 那方面的 Quantum Informatics 研究 很厲害 他出了Nature paper 一個人寫的 很厲害 Kinney Fung說 電子雲 到飛都可以 不一定要太空 是啊 是啊 總之 我說的是 你摸一條電線 OK 不是說電線 就可以了 就對了 這個 最後 最後 我想寫給大家 這些不用記了 OK 你不要記了 你記了都沒有用的 這些公式 這些公式 這條要記 這條不用記 這些行不行 明白 那 再寫一條 是沒有需要的公式 但是我想解釋一下 給大家聽的公式 那 就是 喂 我剛才說 Coulomb's Law 又不對 OK 這個Bio-Sava Law 也是錯的 那什麼才是正確 是不是 就是 就是 剛才說的就是這條 這條找了出來 但是可以有一個更 generalized的一條公式 就包含了所有東西 OK 這條實力 實際上這條都是不對 因為它是沒有考慮到 那個電磁波 OK 它需要時間去傳播 OK 所以這兩條公式 也是 approximation OK 那實際上 哪條公式才對呢 就是 越來越彈出很多人名 我也不知道是誰 OK 有一個人 叫 Jafim Jafimanko 我不懂得讀 叫小叔來讀 這個科學家 Jafimanko 他的 他有兩條公式 他有兩條公式 這兩條公式 就是 廣義的 Coulomb's law Coulomb's law 不懂得讀 Coulomb's OMB Coulomb's law 以及 這個 Generalized 的 Bio-Safima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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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現在要寫的 這條公式 我們要講的 其中 特別有一件事 就是 有一個概念 我們叫做 Retarded Time Retarded Time 不是 弱智時間 不要直譯 弱智時間 你直譯 弱智時間 就是弱智 有一個概念 叫做 Retarded Time 是一個滯後時間 可以嗎 Retarded不是 弱智的意思 在這裡 是滯後 滯後時間 為什麼 因為 因為電磁波 需要時間傳遞 你明白嗎 所以 實際上 我們感覺到 電磁波的時候 那些 電磁波 已經不同了 我們是需要 我們想知道 現在這一刻 在這個空間上面 這一點的電磁波 它的 我們是要知道 在它遠離 這一點 它 之前的時間 但它的電磁波 是怎樣 現在 那個地方 如果改變了 它不會影響到 現在 我們這一點的 電磁場 它會影響到 我們這一點 之後 在 in the future 它的電磁場 可以嗎 因為電磁波 是需要時間傳遞的 而那個 速度就是光速 大家知道 所以我們需要考慮 就是 Retarded Time Tr 就會等於 T 減 R減 Rπ R減 Rπ Rπ 就是 Rπ R就是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所以就是這個距離 這個是距離 隨以速度 速度 就是光速C 行不行 所以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需要一個滯後時間 的一個概念 Jafin Minko 就說 最最最 generalized 的電場 和磁場的公式 就是這兩條 E-Field 是 Function of R 而且是 Function of Time 就知道 Time就是 T就是現在 我們這一刻 量到E-Field的時間 OK 就不同 Retarded Time 看到 所以看到 就是 T就是需要減了 光速 電磁波 傳遞的時間 就是Retarded Time 這樣就等於什麼 很複雜的 我只會抄一抄 只會抄一抄 不需要抄一抄 你不用抄 不需要理 Ulva 4P 你看到 這個定義也很像 Coulomb's Law 因為Coulomb's Law 就是這條公式的 Approximation 乘以內 有一個大 固 有很多東西 一抽 Row Row 就是Charge Density 記得我一開始講過 講Coulomb's Law 的時候 亦都是這個 Distance R-Rpi 然後 Absolute 就是整走它的方向 將它變成Scalar OK 三次方 加 1 over R-Rpi 的二次方 接著 再乘以1 over C square 不是C square 對不起 1 over C 沒有Square 接著 Wage of Change of Charge Density 再乘以距離 R-Rpi 明白 接著還沒完 再減1 over R-Rpi 所以我說你不用背 你背不了 接著 1 over C square 再 Wage of Change of 這個 J J就是電流密度 OK 接著 Sanku In 它 R-pi Cube 因為In 這個是Volume 你喜歡寫三個出來 三條 Volume 明白 這個就是電場 最普遍的 這個公式就必定對 OK 這個是普遍的 不是特別的 另外 磁場是什麼呢 磁場也是很複雜的 B field 寫完給你看 就是R 分層R和T 等於 OK 這個Mu log 除4pi 接著 這個Integral 也是TripleIntegral 是Volume來的 大括弧 J 除 距離 R-Rπ Q OK 加1 over R-Rπ 的Square 再乘1 over C 再乘1 over Rage of Change of J 三括弧 再cross R-Rπ 再 In D-Rπ Cube 就是這個 很複雜的 所以 為什麼我要說這條式 就不是很厲害 就是因為 這條式 提供了另一個 我們去理解 電磁場 的一個 insight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 我們平時就說 你的電磁波 我下次會說 電磁波 就是什麼 學校教的 有一個電場 在變化 是Side Curve 這個是E-Field 這幅畫 在Google 有很多版本 就是E-Field 對不起 錯了 刺碼 對了 神經病 對了 這個是E-Field OK E-Field 就會伴隨著 用另一個顏色畫 伴隨著 B-Field OK 深色就是E-Field 淺色就是B-Field 就是45度角的 這個立體 可以嗎 是90度角的 大家都是成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B-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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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電磁波 這個就是電磁波 就是用速度C去行的 E-Tomatic Wave 電磁波 平時的物理解釋就是 當你的電磁場改變 就會產生一個電磁場 產生那個電磁場 亦都會改變 又反過來 產生一個磁場出來 就是說 所以為什麼呢 實際上 光就是電磁波動 就是有電磁磁磁電 就是這個Max Web Equation 記得嗎 因為Max Web Equation 就是四邊都會互相影響 Dell Cos E又有B Dell Cos B又有E 是不是 就是這樣解釋 但是實際上 你看到這個 Jaffin Minkow的Equation 這兩條Equation 就發覺不是 E-Field 右手邊是沒有B-Field 知道嗎 而B-Field 右手邊也沒有E-Field 所以他的解釋是什麼呢 他就說實際上 實際上 就不是 Jaffin Minkow 就說 實際上 就不是 這個 並非 他就說 並非 E 就生B 或者B 就生E 他說不是 不是 他說什麼呢 他說實際上 有一個叫做 是電磁場 實際上 只有一件事 叫做電磁場 是E和B合在一起的 OK 電磁場 它是由這個 由這個 Charge 的 由這個Charge 的Distribution 的改變 以及 這個 Current Distribution 的改變 去產生 行不行 行不行 他就是在說這件事 他就是 為什麼 因為 你看到這條式 不是說 磁身電 電磁池沒有 純粹都是 電磁場 是由Charge 和由Current 去組成 去構成 所以 實際上 是movements 是movements of Charge 和Current 去 它們 在 電磁 和電流 的 從事 產生 電磁場 和磁場 實際上是 同一件事 電磁場 是同一件事 叫做電磁場 是不可以分割的 你有電磁場 有磁場 有磁場 就是改變 明白 就是這樣 所以這就是一個 比較物理的解釋 不過 不要以為 max-wide equation 是錯的 max-wide equation 也是對的 max-wide equation 為什麼看起來 看起來好像是 電磁池 磁身電 為什麼 因為max-wide equation 它在說的是 instantaneous time 它不是說 retard time 即是它考慮的 max-wide equation 只是考慮在時空 我不管旁邊的 charge distribution 是怎樣做的 在時空裏面 那一點 我看到有這樣的磁場 變化 就會伴隨著 這樣的電磁場變化 反過來說 就是 我在那一點 我只是考慮 那一點 它有多少的電磁場變化 就會產生到 多少的磁場變化 可以嗎 說得好像 說得我自己都瘋了 明白 這就是兩個不同的 point of view of 同一個物理的現象 這個物理的現象 叫做電磁力 或者叫做電磁波 電動力學 什麼都好 你喜歡怎樣叫它 總之就是 實際上只有一件事 就是電荷 電荷產生電磁場圓 就是這樣了 明白 所以你看到 物理是一個很漂亮的科學 它是不斷去unify 所有不同的concept 你看到 由我四講前第一次講 只是有電荷 然後又解釋了 為什麼沒有磁波 到最後你發現 原來 全部東西都是unify 一條 兩條election 就說完了 你看到嗎 當然那些數學 就越來越複雜 但是實際上 你的物理是越來越簡單 越來越美麗 看到 很美麗 所有東西都unify 下一次我會講 如何去unify光學 光學 其實就是電磁學 就是這樣 你看到 開始的C 光速出來了 明白嗎 就是這次我想說的 好不好 看看有什麼問題 沒有就收工 今天 看看 林哥問 提起量子力學 做專題 就做到瓜柴 這麼辛苦 街口 是吧 Howard Lian問 其實 r pi 是什麼時候 可以 approximate 為0 那 r pi 不能approximate 為0 實際上 r pi永遠存在 不能approximate 為0 就是 你在問 其實這個問題 是一個牽涉到 量子電動力學的東西 就是 廢萬那時候想的 OK 就是很多科學家 就是在想 Coulomb's law Coulomb's law 就是 你這兩個是有距離 就是說你的r pi 是有距離 不是0 但如果r pi是0 怎麼辦 如果我在考慮電子 電子是無限小一點 OK 電子本身帶有的電場 就是無限大 因為1 over無限 1 over0 sorry 無限大 怎麼辦 電子叫做self energy的問題 self energy是無限的問題 很多科學家想解決它 OK 廢萬就是其中一個 他最後發展了 他跟另外幾個 我忘記 日本人 是 叫誰 糟了 忘記了名字 然後 三個物理學家 一起拿到諾貝爾獎 就是去解釋了 OK 電磁力 和電磁場 和物質的互動 OK 這裡其實是在說 其實都是 這些charge 好像是 我其實好像是 包含了 其實是沒有解釋過任何 關於 那些電荷的東西 我是說電荷產生出來的東西 電磁殼 其實是不完整的 實際上是要包含了 我要知道 大哥 我怎樣跟電磁力 怎樣給電磁光 波 怎樣給電子吸收 吸收完之後 會怎樣怎樣怎樣 這樣才是完整的一個理論 這個理論就是 之後就是 廢萬等人去做出來 叫做QED OK 這些很複雜的 我不講的 現在我都講不到 Brett Lehrman These equations will talk in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They are important for transmission line and antenna design 是啊 這些是基本的 基本的概念 即是 無論做 這個 機電工程 工程師 或者科學家都好 你都要認識 明白 是很基本的一些理論 我講的Messler Equation 看看還有哪個問題 Troy Holman 是不是由頭到尾都只關電子事 所以沒有持單極 或者雙極子 是啊 即是根據我們現在所知的物理定律 如果我們所知的物理定律是正確的話 這個世界是沒有持單極的 OK 但是你知道這個物理定律 我剛才說很漂亮 這個物理定律 Messler Equation很漂亮 數學很漂亮 這個 Framing Cost Equation 很漂亮 很簡單 這些公式 但是它漂亮 不代表它是正確的 OK 明白嗎 但是如果將來我們的實驗 真的發覺找到這個磁單極 我們這些全部都要改寫的 但是暫時它是正確的 C點出來好問題 下次會講 Wikipan 問磁場是Charge的Vertive Motion 下的產物 是啊 是啊 就是相對論下的產物 Curl二次 MPL Law 就可以出C 都是 但是那個叫什麼 不要緊 我下次再講 這些我下次再整理一下 因為這些你會發覺 越來越多 概念 例如你打開 Wikipedia 你按一下 你本來就可能只想看 Mass Wikipedia 你按一下 看一整晚 因為太多東西去講 這次我也沒有講到這些 如果你有讀物理 大學讀物理 你要知道 這條 MPS Law 這個 Bowsever Law 還有MPS Law 還有其他版本 有些是H 有個叫H-Fill的東西 H-Fill 不是色色 H-Fill 的東西 那個 那個 也有時間講 所以我全部都不講 行不行 我看到差不多 講了一個小時 下次就會 講馬克示威的電磁波動 下次大家就準時收看 萬眾期待 明白 有些什麼問題 再留言問 我全部留言都會看完 今次就先講了這麼多 大家早點睡覺 祝大家 眾夏節快樂 好嗎 晚安 就是這樣 完